女儿装修房间 装修工却在壁橱后发现 亲尸体 死亡时间大概是在两年前 女儿承认杀死母亲 警方却认为凶手另有其人 只是因为受不了母亲的管束 就对她痛下杀手 太不合常理 一枚猫眼石戒指泄露了凶手的秘密 女儿缘和替人顶罪 女儿被骗 妈被害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5年8月的一天下午 化妆品专柜小姐杨丽芳 是猛一抬头 突然发现 平时熙熙攘攘的商场里 居然是空无一人 人都去哪儿了 杨丽芳心慌地往四周看去 这时她发现一只雪白的波斯猫 蹲在对面的柜台上 两只眼睛睁得滚圆 枣核状的瞳孔突然闪过一道金光 拱起身子 蹭地一下就扑了过来 杨丽芳大喊了一声坐了起来 原来是一场梦 她手辅肚子是呼呼地喘着大气 头上都是汗 杨丽芳怀孕六个月了 最近经常睡不安稳 不止一次梦到过这只波斯猫 杨丽芳原本是不怕猫的 可是梦里这波斯猫的眼睛太像一样东西了 这么想着杨丽芳就跳下了床 打开了衣柜 从底层的抽屉里 取出了一个古朴的木盒 打开盖子 一枚精致的金绿石猫眼戒指 静静地躺在自容布上 无论是它圆润的形状 蜜黄的颜色 还是中间那道细长的光带 都像极了梦中那只波斯猫的眼睛 她啪的一声 扣上了盒盖 心里砰砰地跳个不停 最后决定 出门去找她的闺蜜陆欣 去说说噩梦的事情 杨丽芳究竟在害怕什么 这枚猫眼时戒指是哪来的 跟她的噩梦又有什么关系 她本想找陆欣安慰一下自己 谁知道了陆欣家才发现 噩梦里她所担心的事情 竟然真的发生了 杨丽芳以为 这时候陆欣肯定还没起床呢 可是她一出电梯 就意外地发现 陆欣的家里竟然敞着门 有几个工人呢 正在进进出出地搬东西 这杨丽芳就拦住了一个工人 你们干什么呢 工人瞥了她一眼 这不是要装修吗 我们先给挪挪东西 杨丽芳一下急了 谁说要装修了 而这时候 一个穿着蓝裙子的漂亮女孩 是蹦蹦跳跳的就出来了 杨丽芳一看是陆欣 就赶紧问她 房子好好的 怎么突然想起来装修了 陆欣呢 就从身后 拿出了几张效果图来 说你看 这家公司开业筹兵 他们给免费设计 你看漂亮吧 杨丽芳看到没看图纸 你要装修 怎么提前不跟我商量一下 说着 转身冲着装修工人们喊 你们谁是管事的 这时候 门外进来一个人 这工程我主管 你谁呀 你别管我是谁 我告诉你 这家的事 陆欣他做不了主 他跟你们订的合同不算数 这杨丽芳啊 就哇啦哇啦的 跟工头吵了起来 而这时候 一阵风从阳台吹了进来 带着一股异味 在屋子里迅速的弥漫开来 杨丽芳感觉胃里一抽 恶心的感觉直抵嗓子眼 一种不好的预感 也随之涌上心头 哎呀 伴随着阳台上一个工人的惊叫 闻声而去的工人们 也都惊得说不出话来 客厅的位置 看不到阳台的全景 工头呢 是边骂边走过去 你们这群笨蛋 什么稀罕物 勾了你们的活 不干活了 话音刚落 工头自己也愣住了 只见阳台上 储物柜的后面 刚被砸开的墙里面 露出了一只 人手一样的东西 那只手像是拼命地 要往墙外抓 食指直直地伸向前方 他后面似乎 马上有人要冲出来 露心看到这只手 脱口而出一句 妈妈 接到工头的报警电话 办案人员很快赶到了现场 他们在橱柜后面的墙壁中 发现了一具女尸 经认定正是露心 失踪了两年的母亲张凤 警方随即将露心和杨立方 带走调查 民警问得很直接 露心 有人说在发现尸体的时候 你看你一只哭手就喊出了妈妈 你是怎么知道那就是你妈妈的 我 我以为妈妈要出来 两个审讯民警对视了一眼 看来这露心果然是知道内情 于是他们乘胜追问 你怎么知道他在那面墙里面 妈妈 妈妈他进去的时候明明是国好的 露心这话一说 负责审讯的警察都是一惊 不禁提高了语标 露心 你母亲张凤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样的问话显然是吓到了露心 他惊恐地瞪着眼睛 望着民警 我在他汤里吓了熊黄 民警继续追问 吓了多少 你就只吓了熊黄吗 露心怯生生地答道 熊黄有味 怕他闻出来放得不多 一次就放一点点 大概 大概有一个月 有一天 他难受非让我打电话叫120 我就照着他脑袋后面拍了一下 拿什么拍的 拍在哪了 露心指了指 后镜偏上的位置说 就这儿 用装饰柜上摆的铜像拍的 这与警方的调查十分吻合 死者除了头后的致命伤以外 法医在对尸体的毒性检测中也发现 死者毛发中的身含量超标 生前有慢性中毒的现象 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让他对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痛下杀手 我什么时间出门 去哪 见什么人 他都要干涉 我觉得 没有他我才能自由 女儿对罪行供认不讳 警方却认为事有蹊跷 只是因为受不了母亲的管束 就对他痛下杀手 太不合常理 看守所里的一次斗殴 让事件真相浮出水面 女儿被骗 妈被害 正在播出 那么 陆欣为什么会杀害自己的母亲呢 陆欣的解释说 他管我的事太多了 我什么时间出门 去哪 见什么人 他都要干涉 他不喜欢的人 就不许我来往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我觉得没有自由 我们也经常为这个吵架 我觉得 没有他我才能自由 这个理由在民警厅来 简直是不可思议 根据警方的调查 陆欣的父亲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可以说 母亲是唯一和他相依为命的亲人 只是因为受不了母亲的管束 陆就对他痛下杀手 太不合常理了 但是警方询问藏尸的事情 陆欣也交代得很清楚 如何买水泥 搬柜子 砌墙 说的是有板有眼 和现场勘察的情况 也都能吻合 陆欣不像是会说谎的样子 可是 杀人的动机又未免太过牵强 经验丰富的民警 当机立断给陆欣 做了刑事责任能力鉴定 果然 鉴定结果显示 陆欣是轻度精神发育迟滞 作案行为虽有现实动机 但是受智能低下的影响 对作案的行为的实质辨认能力不全 应评定为限制行事责任能力 陆欣的智力有问题 可是他却将自己的作案动机 和作案过程交代得非常完整清晰 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就在办案人员感觉事有蹊跷的时候 看守所传来消息 陆欣出事了 原来陆欣同监事的一名女犯人 比较霸道 欺负陆欣 陆欣不服气就跟她打了起来 看守所管教听说以后 就赶紧赶过来制止 而当管教进门的时候 那个女犯人正骑在陆欣的身上 一边打她一边恶狠狠地教训她 说什么东西 对自己亲妈下手 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听到地狱的事 陆欣啊 似乎是很害怕 她突然喊起来 我不会下地狱的 妈妈不是我杀的 都是方方干的 管教立刻把这个情况通知了办案单位 民警马上来提讯陆欣 陆欣一见到民警就迫不及待地问 我害死了妈妈 会下地狱吗 民警没有正面回答 却反过来问她 你母亲张凤到底是谁杀的 陆欣摇了摇头 我不能说 我不能说 民警突然站起来逼试着她 是杨立芳 让你给你妈妈的饭里下毒的 也是她用那个小巷砸你妈妈的 对不对 陆欣瞪大了眼睛 你们怎么知道的 之后的审讯就轻松多了 没用几个回合 陆欣就把整件事情合盘拖出了 原来杀害张凤 完全是源于杨立芳的策划和知识 而且也正是杨立芳交给陆欣 把所有的事情揽到自己的身上来 还说只要陆欣不交代出她 她就一定想办法把陆欣救出去 可是从陆欣 从刑居到现在 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杨立芳到底在哪呢 警方几经周折 终于在临省的一个妇产医院找到了刚刚住院准备生产的杨立芳 考虑到杨立芳的预产期就在这几天 所以警方没有惊动她 而是在她生产后15天 对其采取了行事强制措施 办案人员在杨立芳的随身物品中 搜出了那枚猫眼石戒指 还有其他一些手势 那么杨立芳在陆欣杀母案中 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她跟陆欣的母亲张凤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 整件事情还要从杨立芳和陆欣的相识说起 杨立芳是一家国际大牌化妆品的专柜销售人员 而陆欣就是在去专柜买东西的时候 跟她认识的 杨立芳比较有兴机 看见了陆欣人傻钱多 所以就对她格外的殷勤周到 而这陆欣呢 从小到大 常常是被人歧视取笑 也从来没有过朋友 所以一下子就把杨立芳引为了知己 可是没想到 他们的友情却遇到了阻力 这一天呢 杨立芳正在上班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出现在她的柜台前 杨立芳一眼看到了女人 手指上戴着的那枚猫眼戒指 这个戒指 她曾经在陆欣的手机里 看到过她的照片 当时呢就喜欢得不得了 所以印象特别深 她马上就猜到了 来人正是陆欣的母亲 张凤 她赶紧讨好地说 阿姨您好 总听陆欣提起您 陆欣最近挺好的吧 我好些日子没看见她了 张凤就冷冰冰地说 只要你不算计她 她就挺好的 杨立芳马上反应过来了 她认识陆欣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可是前前后后 已经找她借了不下十万块钱 就这还不算平时陆欣直接送给她的东西 看来这些事已经被她的妈妈发现了 杨立芳有点心虚 可还是嘴硬 阿姨您说的哪里话 我们是好朋友 我怎么会算计她呢 张凤白了她一眼 你找她借过多少次钱 你还过吗 谁让我们家孩子傻 我就当花钱给她买教训了 不过以后 你要是还敢跟陆欣联系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第二天 杨立芳又拨通了陆欣的电话 杨立芳还没来得及说话 张凤在电话那头就说了 看来你是把我的话都当成耳旁疯了 看来必须再给你点教训 先让你尝尝失业的滋味吧 果然 当天杨立芳一到专柜 就接到了被解雇的通知 店长告诉她 这是总经理专门交代的 杨立芳当然不知道 张凤正巧跟他们总经理是同学 但是她明白 肯定是张凤搞的鬼 她在心里是一遍遍地诅咒着张凤 做事这么绝 活该你手一辈子刮 活该你生个傻闺女 活该你 这时候 杨立芳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除掉张凤 对 只有除掉她 自己心里的这口恶气才能出来 只有除掉她 陆芯才能听任自己摆布 杨立芳计划好了之后 就守在了陆芯家门口 守了整整两天 才等到张凤开车出去办事 她赶紧去敲门 心信心信 好久没见到你了 你怎么了 杨立芳只是关心陆芯的现状 却只字没有提 张凤前来找她的事 见到杨立芳的陆芯啊 好像见到了亲人一样 眼泪都出来了 芳芳 妈妈她又管着我 我好不容易有你这么个好朋友 她又不让我出去 又不让我跟你见面 杨立芳呢 反过来还安慰她 别哭别哭 妈妈呀 总是把你当小孩子 你要理解她 陆芯听不进去 拍着床说 不理解不理解 我只要和别人一样的正常生活 这句话算是正中杨立芳的下怀 亲信 我有个办法 能让妈妈不用管着你 你愿意试试吗 陆芯止住了抽气 看着杨立芳 芳芳 你有什么办法 你快说 杨立芳拿出了一瓶熊黄粉 递给了陆芯 我告诉你啊 这个药啊 专制你妈妈这种脾气 你要坚持 每天给她吃 就管用 可是你绝对不能让她发现了 她要是发现了以后啊 脾气啊 肯定比以前更大 对你管的呀 也会比以前更严 你明白吗 陆芯听说 还有这种药 开心得不得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芳芳你太好了 杨立芳啊 有再三的交代 怎么把这个药粉 掺到饭里面 不会被发现 每天啊 应该放多少药粉 交代了一番 她才离开 单纯的陆芯 哪里想到 杨立芳是想 毒死自己的妈妈 为了一口恶气 她设计让女儿 杀死母亲 这个药啊 专制你妈妈这种气息 你要坚持 每天给她吃 就管用 谁知计划败露 她竟铤而走险 亲自动手 杨立芳脑子一热 就拿起了 柜子上的装饰铜像 举起来 将张凤的后脑拍去 缩食女儿杀死母亲 她将面临 怎样的惩罚 女儿被骗 妈被害 正在播出 可一个月过去了 不但张凤没死 还差点被张凤发觉 陆芯给她打来电话 妈妈她发现了 她说特别难受 要去看病 杨立芳心说 不好 要是被她发现了 自己不但达不到目的 她一定会送自己 去坐牢的 不行 要去陆家看一看 杨立芳一进门 张凤就不客气地 对她说 你来干什么 我们家不欢迎你 杨立芳担心她 真的去医院 发现了真相 也就忍着气 陪着笑脸说 安姨 我听说您不舒服 我学过中医 我帮您把碗麦吧 说着呢 就伸过手 给张凤要搭麦 这张凤啊 一把就甩开她的手 你快别假惺惺的了 你这点小把戏 能骗得了我 陆芯听到这话 不由得脱口而出 妈妈你都发现了 说着又对杨立芳说 这回可怎么办啊 杨立芳啊 直冲着陆芯使眼色 想让她别说了 可是陆芯压根就没明白 是什么意思 这张凤呢 左右打量着这两个人 你们两个 到底背着我搞什么把戏 陆芯的眼神 这时就飘向了 柜子上面的熊黄药瓶 张凤顺着她的眼神 也发现了目标 就站起来要走过去 杨立芳急了 这一旦被发现 张凤绝对饶不了自己 情急之下 她一把拉住张凤 张凤回手就把她推开了 这时杨立芳脑子一热 就拿起了柜子上的装饰铜像 走到了张凤的背后 举起来 向张凤的后脑拍去 第一下没有砸中 张凤想抢走装饰箱 杨立芳大叫 心心心快抱住她 陆芯听话地抱住了张凤 给了杨立芳又一次 砸她的机会 这一次 张凤是直直地倒了下去 看着一动不动的母亲 陆芯慌了 芳芳 妈妈她是不是死了 杨立芳过去探了探她的鼻息 果然已经没有了呼吸 现在得赶紧把她藏起来 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听见没 要是让别人知道的话 警察一定会回来抓咱们的 咱俩就都得被枪毙 杨立芳一边叮嘱着陆芯 一边是哆哆嗦嗦地换了一套 陆芯的衣服 这时候陆芯还坐在张凤的身边 呆呆地流泪 杨立芳走过去摇摇她 欣欣别怕 在家看着妈妈 我很快就回来 听见了吗 陆芯缓缓地点了点头 杨立芳就出去买了石灰 水泥还有油毡 回到了陆家 先把尸体上的金像链玉镯子 还有那枚他心心念念的猫眼戒指 都给摘了下来收好 然后在尸体上撒上石灰 用雨毡裹好 在屋里转了几圈之后 最终选定了阳台 挪开了阳台上的储物柜 把后面的墙敲了一个洞 把裹好的张缝 放到了敲开的墙体里 再推上柜子 用雨毡和水泥封好缝隙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张缝的消失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对于邻居偶尔的问题 杨立芳也叫陆芯 就说妈妈回老家了 就这样 渐渐地关于张缝的事情 再也没有人提起 杨立芳是如愿拿到了猫眼石戒指 张凤的财产也都到了陆芯手里 杨立芳终于能完完全全地控制陆芯 和他的财产了 一年以后 杨立芳遇到了一个有钱男人 虽然这个人有家事 可是他对杨立芳不错 给他买了房买了车 杨立芳也准备着给他生个孩子 在经济上有了新的靠山 杨立芳也就跟陆芯联系少了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疏忽 陆芯居然会擅作主张 找人来装修房子 最终导致张凤的尸骨被发现 而多亏了那个波斯猫的噩梦 才让杨立芳在张凤的尸骨被发现之前 赶到了现场 才给了他机会 交给陆芯 怎么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去 案件终于真相大白了 杨立芳和陆芯很快以故意杀人罪 被提起了公诉 杨立芳建才起义 策划并实施了杀人行为 他的罪名没有正义 可是陆芯本身智力低于常人 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 他又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这个案件有一点需要说明的 那就是陆芯是属于 限制行事责任能力人 那么他到底应该如何来承担法律责任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限制行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啊 尽管他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这个能力 有所减弱 但是并没有完全丧失 他仍然具有一定的意志自由 那么他可以决定去实施合法的行为 还是去实施犯罪的行为 所以说他的行为啊 还是存在过错的 存在罪过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限制行事责任能力人 仍然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行事责任 但是啊 因为他的这个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受到他精神疾病的影响 所以说呢 相应的能力肯定是存在一定的损害和削弱 所以相对于正常人来说 这限制行事责任能力的这个精神病人 他的主观恶性相对来说也比较小 所以呢 从刑事的最终的刑罚的处罚上 跟正常人或者是跟具备完全行事责任能力的人相比 他的这个刑事处罚应该相对较轻 所以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也规定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是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最终法院对本案也做出了判决 认定二被告人共同故意杀死一人 其中被告人杨立方直接实施杀人行为 被告人陆欣听从杨立方的指挥 为其杀人提供了帮助行为 两被告人的行为均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其中啊 被告人陆欣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仅为是 次要辅助作用 应该认定为从犯 应该比照主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同时陆欣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 应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而杨立方因为属于审判时怀孕的妇女 依法不适用死刑 所以最终法院依法以故意杀人罪 分别判处被告人杨立方无期徒刑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陆欣 有期徒刑十年 在这场惨剧里 他虽然是罪犯 但却也是最可怜的人 因为天生的治理原因被人利用 害死了最疼爱自己的母亲 就算法律公平无私地给了他从轻的判决 但是他自己内心的牢笼 恐怕会一辈子相伴 而最可怜的当属 那个上在强包中的孩子 早在警方调查杨立方的时候 跟他感情不深的所谓老公 就赶忙跟他划清的界限 而在杨立方被判了无期徒刑之后 这个老公干脆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刚满月的孩子还没有名字 就已经成为了孤儿 被从老家赶来的杨立方的父母 带走抚养 没有了父母的陪伴 他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吗 而杨立方呢 他愉悦道德的底线 徒财害命 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只是因为侥幸怀了孕 而逃脱了畸形 他利用露心的愚昧 害死了露心的妈妈 到头来却让自己的孩子 也失去了母亲 在高墙里面的杨立方 此刻也会悔不当初吧 好了观众朋友们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女教师死在小树林 尸体半裸缠满红丝带 这是一起变态杀人案 教务主任突然自杀 声称女教师是她害死的 余刚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警方怀疑教务主任替他人顶罪 真凶究竟是谁 教务主任的妻子并没杀人 缘和背叛有罪 被隐藏的真凶 明日播出